野鶴和玲瓏第一場就對到了 養個奧琳娜 然後其他有隊員拿了白狼 讓他們抽開始 我們在先最後兩位單體 後來先吃一個雷 二W 利用開局的倒極優勢 战队里的名字 主持人啊 博士又知道了双雷 这样的话我先P先超好一个天使 直接第二个雷再比下来就用三人 也和也知道一个雷 如果雷我先P的话 但博士有天使可以藏的 没错 所以最好利用单体去消耗一下 那个莫子 梁博跟救援两个互换了一下 过雷过来之后 还是防到了这个雷 二到楼开局的话 整体节奏是比较不错的 他们这边在里面放 这把报告的也和 冲突 前面要走远了 而且还有风 这个风躲得过去吗 躲不过去啊 应该是挂了一个雾在身上的 对 然后这边能找到尽道吗 不好找 小白龙又来自爆了 有点远啊 手里边握着两个飞的杠招器 有个尽道的差距 有飞跌 解掉了 还得要飞跌 而且他手里边是两个飞的杠招器 这个抓地 确实这个风摆在这里过不去啊 对的 实在这个雷还并动了三个人 这个距离感觉凌了他跑飞了 他早就开始飞了 已经飞了一段路了 还有飞跌 但是啊 他的时候就有两个解啊 就是他们解太多了 没办法 导弹往前瞄 有盾有解 这个距离怎么追 他手里边还有一个碟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留过来之后 两个点 但是这个距离也太远了 打单应该都瞄不到了 那么对 恭喜 银银银银银 1-0 直接打过来之后 直接节奏就打开 后边人 再利用自暴和龙点锋去空位置 是 然后你在前面领跑的时候呢 又能源源不断地受到飞距离 不断地受到飞距离 不断地受到飞距离 就是如此 比如说这局我们 可以说看不到狼队能够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嗯 没办法 对 因为画面下来这种图就是你前面两波道具 只要吃得好 然后后面你吃到风 基本后面的选手就上不来了 后面就不见了 对 你从全局 除了开局的两波道具以外 就没见过其他人 很孤独 对 下一张图是320冒险岛 这一张图开始讲 也开 我最后来说 我最后来是220冒险岛 也提到 为什么 要换了 他就会有些人 打出到凛 这些资料 就要才会有四个人 然后 这个 ά尽 是 虽然说没有完全对应上 对 那之后扣了个满的 应该就是在终点前那一个 最后一个 然后整体的进攻道具 其实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来的时机不一样 导致的整个局势走向 就完全不同 他代表在建立领跑游戏之后 他们想他们的队移到 已经是挺够多的 就正好是要什么来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是惊吓上迪比赛的 语音回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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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的毕业的 吃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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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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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钱 没钱 我快到了 OK 吃饭酒 到了 到了 实在 实在 实在这一局辅助啊 嗯 其实沟通很简单 因为 没有什么特别关键的决策 看一下吧 三十零 海地雷诺 雪月 海白龙 杨博 黑地雷诺 Again 湿 carriage 是白狼 嗯 阿 predic 两个单体在狼对手里面 都没有放 算了也是重的 但下 strapp 一个单体 eたい 雷 没有办法防定住三人 但紧接着可以发大单体 是的 再重新一下 哦 这六个道具尽量比较特别好 全都是这么异性的道具 两个磁铁 然后自爆加定器 VDA捡到接口 以后走不掉 就严能躲 我们的风阻化复位了 躲不开了 再去雷再批 不够逼想 但是前面的人没有办法 这里给拉回来了 但刚好没吃到道具 是 装过去了 这边的话在即补冲 还是没有进攻 不爆 反而是ADAM手里是有飞碟的 诶 吃到一个飞碟秒扣 手里的感觉 刚好给对ADAM这个飞碟 是的 而且对面没有剪 这样的话节奏可能稍微拉开一点 就是上边之后再爆 但是后来可以防住这个风 天使再开 再防 死在前面领先 死在前面领先 再双施 只持在一个自爆 手里 RW还有一个飞碟 救援这边能往前走 但是野鹤呢 野鹤也得往前走 RW两个飞碟 这两个飞碟对狼队来说 雪上加霜 而且把高兴扔了 救援 因为在后处没办法 跟开天使稍微挡一下自爆 但是距离有点拉不上了 野鹤上来的话 如果说只有他这种再多个飞碟 有点护比 护比往前打 打玲珑 二大龟这边需要决策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飞碟 误会了 救援是走不掉的 自在再一个一次 不要怪我们完全不会 我们得恭喜自在 开局2比0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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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样的问题 跟RWGM前期是一样的 就是狼队这边的双铃骨上不来 前面一直都只有一个野鹤 对 这一定能看到的跑在前方式最强吧 但是应该也是赛车的问题 对 但RW这边真的是一波接一波的节奏 他们其实双势力很高 而且吃到的道具质量都还不错 开局起步阶段其实是狼队的道具上优的 但是节奏比打开 所以双方其实都有进入性道具 反正就是想要跑也跑不掉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狼队这边单体多一点 但是对于RW来讲有敌 然后紧接着结构没有打开之后 其实对于RW来讲的话 他们的抓地能够支撑住 这一局地圈其实野鹤的抓地也是很亮眼的 对 他在被一个墨子影响完之后 跟进到这么窄的路 他还是跳鱼过来 然后进去 如果说那一段就是 他一旦失误 那其实节奏点 就会放在那一波 就已经跟不上来 因为会变更远了 但是那一波过来之后呢 应该是挂墨了 没吃到道具 对 其实也是有一点伤的 然后紧接着 这个没错的话 下一个是分散在两旁 那个道具点 吃的应该也是一个自爆 是量不到 对 打不到行的人 单自己呢 能够通过这把行蛋跟上 那他还是有飞碟 上去就有飞碟可以扣 但阿弹不这边也有 嗯 对 2-0开局 对你看前面是 阿大队通过飞碟 把节奏给控下来了 到后面其实 主要胜过手就是 那个队 狼队先扣 扣完之后 阿大队还有补补位 对 同时狼队因为一直在后追 所以说他们迟到的 飞碟干扰器呢 先扔掉 冰队 冰阵 RW上机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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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被跌 小白龙这一圈直接扣了 但狼队需要打破二大队的阵形 这一刻来过来之后 应该是先一个跌给打下去了 直接就跟了关系 这点现在狼队要双击跑 狐仔的磁铁往前吸 再双击一下有个雷 有盾 能保一个人 狼队接扣了 先把两波给扣到后面去 前面只有野鹤一个人 小白龙的一次度已经开起来了 导弹正好前打 没有互动的野鹤被打了起来 看空 看空 狼队不好挂 两个人全都没有中 A1CU掉了1CU 跟下位置 搞整一下 对 那那个手里还有 可以点 就炎也跟上来 老人一种点分的话 也没能够命中 没有1CU啦 那能跟上已经不错了 炎后的话也需要进攻略后追 没有让他飞连吗 小白龙要让吗 不用让了这个距离 已经到了 手里有双防 让我们给恭喜阿童 小白龙 小白龙 3比0的开始 很熟悉 今天的好像 好多场比赛都是3比0 对 3比0要么3比1 但有的有可能啊 这才开始 也可能就快结束了 这两个 这几张球看起来 阿童的节奏就很朴实如华 但是压制 对 他们并没有说 拿到很多那种豪华的道具 去一波压制 他们是持续性的压制 是 就一直让自己的队员保持一个比较有力的站位 能先吃道具 先抢道具 他很少会在一个点把你一个人直接打死 不会 他会 放你一个人 但又不让你领好 然后同时疯狂去打后边 对你来跟我 就打特别 对 对 我就让你跟着我 或者说我们两个跟着你 都行 但你必须得紧 不是你队员 是 然后你后面的 你后面一个部位 你不能上来 对 我们俩保护你 呃 暂时保护 然后坐一会儿 你就去后边 你现在很丑 我看看你没有什么道具 就对狼队来讲的话 没有一个节奏点能启示 就狼队破不了 他代表这种节奏 对 对 但也是RW 配合了这么久 他们之间的默契 和整体打法 都会更成型一点 是一定的 但是现在狼队是领先那项目空的 得赶紧把这项目空给打了 我现在0.3落后的情况下 必须要拿技架了 必须要抢分了 对 第一次选途啊 这个时候可能也是 呃 或者说 0.3这个节点呢 也是大多数队伍为什么能追分呢 因为首先你选途 选途 选途就是你可能之前有赛车差 所以这个时候你有可能能够追回来一两分 然后全身追击 然后全身追击 那接下来这个迪路点对老费来说很关键 是 对RW来说同样关键 对的 要不要抢起 其实可以是 怎么呢 反正后面的群組都在自己手里 对 而且如果说3.0跟4.0 又完全不一样 这边的群組都在带上 就是开局3.0 然后再面对到我们 对 对 对啊 就你看这几句我们的心想不放 其实也平淡如水 对啊 就这东西呢 朴实无华 这带有用 对啊 并没有说像可能我赛前想像中那样狂狂乱长 两边就是肉抹 对啊 没有 多少多少延续 阿大伯就是一下一下打在你身上 对的 没有办法 大刀剧简 阿大伯就是没有选择抢了 而朗队的话 双松空好这张电音 而且现在小白龙开到一张中央 那他真是朗队得了一分的话 对RW能接受 来 对 但这的话 赞气非常多 而朗队手里边有一个单体 我先打 没有什么挞 主要也是一个附队长过来了 崇矩这边 上刚后 有节点吧 先扣了 先扣了 小白则又被由影响了 我要充电了 但现在上关之后呢 自己没人都通过 而朗队手里面还剩一个跌 跌扔了 不是 想这个游戏了吗 现在远区过来的天心 就把这个库比弹再一个库比防不住了 前面库比打过去但是有三个护盾 有个雷劈过来把护盾全部消耗光了 现在到底得补偿道具看过单体单体往前打的话 能打到尼鹤吗 尼鹤到第二圈了 应该是能打到手里边灰灯刚吃到 来不及开 对 尼鹤这边速度很快追上来了 后边还有四载 现在暂时没有跑运 主要被刚才那个导弹已经追了 武帝一直想抢到军但是两波反应很快 是的 转强 这是前阻里边的默契吗 上来之后 洛蒂跟了一个导弹过来 后边小白龙也上来了 小白龙来了得让小白龙去 主要这个风精准风 风到了尼鹤 这是一个大节奏 四载跳跃过来之后 这两波波波不去 前面又有一个 还有一个风 两波的风 再一个雷拼下来 直播暴露自己 两个蝶也很好像走不掉 但野鹤现在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看一下 飞蝶即将消失 上面还有弓盾 来不及了 两个蝶都救不了 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打枪了 再小一次后边就到了 这都能翻盘吗 这两个蝶 凌龙极限分盘 两个蝶 两个单体 三个单体 他有一个盾 但是应该是打了三个单体过来 对 防了一个防不住另外两个啊 这个距离是能翻盘的吗 但说实话 刚才磁仔应该是 不是磁仔 也和没蹭最后的那个加速带 他要躲锋 对 但是那个距离啊 后边应该控不到他 不好吃 对 这只能说 因为当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那个距离到底有没有可能 选手当时下的判断就是躲锋 因为他感觉稳赢了 是的 但如果说马后炮的说一句 踩了那个加速带 他爆了 所以上蜜视角跟选手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只说玲珑的这一波后追是真的快 当然也得益于他们 最后这一波的道具质量是真的好 最后这个combo就是一波又一波的 把野鹤给送上天 对 先有两个蝶 拖住野鹤 不让他走远 没错 不让他走得太远 不让他跑得太快 对 然后三个单体打过去 因为炎鹤手里只有一个护盾 那另外两个响 就凭借了这几波道具 凌冬应该是最后一个意思 就逼不过去 打敲了 对 差几种眼线 就一点点距离了 那对于狼队来说威啊 这一局双四后空拿出来 没有能拿到分数的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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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星掌的野鹤的风 是星掌的野鹤的风 星星加苏代之前那个风 对 风出来我感觉这就已经结束了 而且以及在踩星星之前 小白龙自包包了自己 然后一个雷在皮下来参加 其实正常来讲 那一波节奏也会应该跑飞了 咱一点点说 先是最前面的那个封巴 那个是RW放的非常好的一波 小白龙放的 对 放完之后呢 我们本来以为追上了 但是在那个跳台的位置 连续亮 把后边RW队员全都给封到了 同时导致了他们的紫宝十五 这里打到这儿为止 我们会以为也喝绝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雷 雷劈过来 到底这边的人也走不了 对 结果这里两个风 小白龙没有能躲过 这底下一个风 然后一直补过来 想要空暴 但是来不及了 对 这个距离 这个combo打得是刚刚好啊 别说这个距离 还真有可能疯到 差一点应该不行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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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续的蔡星星 对 海北失败了 金河阿肯 这是狼队拿来救命的图案 野鹤零龙开到了 年纪之星 局点局 党啊 开机突破 三七互传一下 给导臨跑位 三十一下 导致手里有个贝迪 也会怪你被扣了 还有跟美丽 速有进风 现在是在开始做暴街框是吧 他有点伤 但还好报到你以后 现在再往回找位置 前面救援已经先跑了 找一波道具 以后用长延续 现在先出反超 没盾 对 救援的距离也不会跑得很远 小白龙吸着救援就上来了 还能再吸 让我先赶 来 这个皮皮的好 我下去 我也回来了 救援前辈已经跑了将近两圈了 是 野鹤现在在第一点跑 过地红卷风 梁国卷到了救援 虽然一个距离也有菲利凤军 但是救援吃了两个感受器 我觉得 这一波比较解渴 但是现在自带速度还是很快 担机打过来 再来一个风 脚后风 但这个距离已经追不上了 贴护 还有图顿 但是这位置 还来得及吗 后边的人又上来了 这个导弹被绑住的那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还有盾 后边天使足够 恭喜野鹤 扳回一分 前边旧岩一开始就跑 足够久 对 在前面位置站了很久 而且吸引了一波仇恨 是的 然后就野鹤从第一圈末段的超伤延续开始 首先接过了这个二号位的领跑位置 然后紧接着在旧岩被打了之后 他们能够形成捕位 好 捕位 而且刚好是原集机清来捕位 是的 但是看得出来啊 新魔法的队伍呢 配合还是有问题 比如说冠队有这种情况 还是出现了 难免会有 对 现在的局面跟前蓝队不一样 1比4 在第五局的时候狼队击回了一分 现在双方的机甲应该也是持平观看 持平 现在感觉狼队看似要缺起反攻的号角了 因为这一局其实他们并没有被RW透过上的节奏 对 但是能不能再把这种情况给延续下去 这就是要看他们后续的范围了 就是这几局 RGM能够拉开节奏 或者说上一局 上一局RGM能拉开节奏 包括这两局狼队能够把RW给按住 靠的全都是疯 收 今天的龙点封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狼队来讲的话 显耀后队封点必须要做好 掌握得好 对 因为你可能凭借着单体跟雷这些不太够 双方可能整体相差数量不会很大 而且双方运营的点都会做得非常的好 对 越是你能够战军领跑位置 然后后边给到一个及时的风路风的话 你领跑的优势会变得越大 这一局道具质量 进攻道具差了15个 他到底是不是明显更豪华 4个雷 但是多一点的也有很多磁铁 在一些节点后去选择进攻 而且这一局关键点是在零跑位置狼队能站得住 对 应该是一整局没有让RW领先 对 前面是先由旧颜去领跑 然后紧接着以后可能会也不是 就是说关键点可能是在这个领跑位给去抢 一号公路 小白龙开到了水龙 小白龙开到了水龙 小白龙开到了小吉雷鲁 然后另一边是零罗 对 对 切削 对 一波流 对 摄像是彩兔得到的质量 他 contained 如果 没有跑远 这个风封了之后 梁博也和全中了 只成九天一个人在前边 但也和里面开弹气速的也很快 又被一个库比给打了 大大队来到三零跑 小白龙在哪 小白龙要跑 是的 库比可以往后传 而且飞碟也不在狼队手里边 要扔掉吗 扔掉了 RW果断扔掉飞碟 也和得开弹气往前 追了再吃 只吃到一个墨子 有飞碟 飞碟往前扣 小白龙走不掉 也和已经追上来了 节奏稍微缓和了一点 紧接再批墨雷 这个墨子稍微卡一下野鹤的道具 刚一本的那波道具没有补充到 前面龙远峰能够躲 再来闪电打响了野鹤 暗气向往前开 小白龙也被扣到了 是的 但是野鹤也得被扣 手里是有干游戏的 林龙上来了 看一下现在又是一个一打二的局面 野鹤这边再被打 谁能赌位 救援跟亮波不在啊 四个干游戏 现在的飞碟已经不起作用了 林龙交了一支优 是的 野鹤已经没有一些了 只剩一个 野鹤要齐扔了 下一波必须送去 雷池什么道具才赢啊 野鹤风来得及吗 还有这张皮小皮没有踩到的 这边的风 他就卷不到 卷不到了呀 这里再这风吗 二连风没卷到 再这样的话 恭喜 RW 无比战胜了狼队 现在将 比赛 拖入 EV Solo 野鹤最后两个风 是想要等距离够 对 而在重点前把雷龙给封起来 你吃都吃了你一定要打呀 哇这个吃两个风真的是没办法 很难受 而且前面开局 两个雷就把节奏给打开了 对的 小白龙全场就没下来过 嗯 或者说短暂的下来过 但是他下来之后呢 野鹤只要一上来还是那个问题 梁波就也两个人 距离大的远 主要是 他们手里的资源 只够野鹤一个人上去 对 基本氮气全都给到野鹤里面去 跟老或者磁铁这种道具 全都给了野鹤 让野鹤自己人去前面跑 能跟上 属实不易 但是想要获胜 确实很难 难上架 对 今天RW道具组 给我们展现出来的这种道具实力 我觉得 跟以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并没有什么狂乎乱战 也没有什么道具质量 就不靠道具质量压制 我就一波一波的 凭借着我们的站位 来压制你 但是也得说 确实道具质量真的好 这一局开局质量真好 至少两三局开局的道具质量 是非常豪华的 比狼队质量好很多 没错 这样的话 老队上一场 大家想看个清敏大战 没有看到 不过这场比赛 应该是 清猴 清猴 有了 猴哥的状态 令人担心 但是 2V跟Solo可能不一样 对 如果说2V6状态的话 我可以瞎钻 2V6状态 他打不过你 但如果说2V跳的状态 和Solo里边 不一样了 好了 调整过来了 那 还是没问题 现在面对的是 巅峰时期的明星啊 变了好久 变了11个赛季了 这就是明星如果开始玩笑话 如果再也在他身上看不到岁月的痕迹的话 我们就疯了 这次是 你是指的是操作上还是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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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天使护盾旗开 谁都拉不住玲瓏 MVP给到玲瓏 没有问题 三次充献 2 在电音那一张图上的那种局面 玲瓏都能去翻盘 真的就是那一局翻盘之后 我觉得老队今天真的是 道具室太威了 那一图也能够翻过来啊 真的是您说道具室太威了